以前我一直觉得最特别的911是911的Taga 但自从保时捷搞出了这么一台玩意儿 我觉得最特别的911当之不愧就是这台车没有之一了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保时捷现在是不是脑洞特别大 都开始搞这种拉力风格的911跑车 其实还真不是 其实保时捷的拉力赛的历史 其实可以回溯到很久之前 其实从三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保时捷就在参加像东非拉力赛 这样一系列的拉力赛事 那它的最光辉的最高光的时刻 当然就是1984年参加这个巴黎达卡尔拉力赛 获得冠军的那台保时捷的935达卡尔的那台赛车 那这一台911达卡尔 其实也就是为了致敬当年的那台935赛车 幸亏保时捷的车型的外观设计多年都没有大变 所以这台车你看它的整个搬型跟当年几乎如处一种 差的就是那套乐富门的涂装了 不过那套乐富门的涂装也可以通过选装 30多万价格 乐富门的涂装 加上内饰的一些风格化 套装再加上一套车顶的这个拉力的行李架 这份就非常的正了 好 那言归正常说回这台车 其实它的底子呢 是一台992的这个GTS 很遗憾992GTS没有引进国内 但是能买到这台车 差不多也是一种程度上的弥补 对吧 外观上它在992GTS的风格上呢 做了很多这种拉力风格的这种外观的套件 那包括前脸前脸两个指标说的地方 首先就是这个前保险杆 你看它的前保险杆其实离地间隙非常高啊 这个离地间隙数据 待会跟大家说 但是其实可以看出来 它的整个前保险杆是做了一个内凹的一个设计 来获得更大的一个接近角和离地间隙 那所以说之前992GTS的这个散热通道啊 前面的三个散热器就不能用了 所以它是用上了来自Turbo S的这个散热器 左右两个面积非常大 所以它的散热规格其实非常高的 然后就是整个的 这不叫引擎盖啊 前行李箱盖 眼前的朋友肯定有发现 它有两个鼻孔 是不是跟GT3一模一样 没错 其实它就从GT3之间拿过来 包括材质 都是SafeRP 都是碳线的增强的混合塑料的 这种材质 非常的轻 我们再来到车身的侧面 侧面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台车的高度 比一般的9R要高很多 对不对 你看我把手放到前悬挂的这个地方 高了很多 这台车其实它的标准悬挂高度 就比一般的911呢 是高到50毫米 避震器的行程多了40多毫米 然后这个轮胎加厚了嘛 所以轮胎的外径变大 油尾它加差不多10毫米 加起来50毫米 然后它还可以前后 作用一个液压的升降机构 把它再升高30毫米 所以加起来就是80毫米 而且这加的30毫米呢 不像很多超跑 它的前桥抬升是为了下低裤过减速带 它不是 它是为了去在这种更极端的条件下 去提升它的离力间隙 所以它的最高高度 可以一直维持到时速170 好 这个轮胎非常霸气 放在这台车上 很有一种那种末日沸土风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贝奈利为它特别研制 特别研发的一条蝎子轮胎 保鞋911 脚灯4条 贝奈利蝎子全地形胎 真的以前是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好 我们再往车身的后面走 其实从车身侧面也可以看到 下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不锈钢的护板 强调它拉力车的元素 到下面尾巴也是一样的 好 来到尾巴 一个非常大的固定式的压抑 这个真的是古早未保时期 特别特别标志性的一个设计 不能收起来 就是这样非常夸张的一个造型 因为我想到以前的这个 好多风冷的911 也有这样一个非常大夸张的一个压抑 它的材质跟前面的前行李箱盖一样 同样是C8P探线增强 这个混合塑料材质 非常的轻 车身的后面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几块不锈钢的 试板 拉力风格套装 这个味儿非常的足 而且跟前方现在一样 有红色的拖车沟 整个的视觉感受非常的概念 车的感觉非常的精致 真的是没有想到有一天911竟然也能做成越野拉力的风格 从来没有想到会进入911的姿态 能够如此的从容优雅 因为这台车其实它的底盘离地间隙 刚才没有跟大家说数据 是191毫米 这个数据其实跟一般的SUV也没有差太多 像Kamen 不是Kamen 像这个Macan 像卡燕这样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平的数字 所以你坐进来 完全不用像传统的跑车那样 非常的飞力 上下车都非常的轻松 那这台车坐进来以后 就是一个标准的911的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两个东西 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副驾前面 有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名牌 911达卡尔 而且上面还写有这台车的编号 因为这台车全球限量 2500台 据说666888这种 非常极力的顺子号 也会出现在中国市场 是保健 专门为中国的消费者所留的编号 还有一点 这台是一台两座的911 后面是没有座椅的 不过比较可惜的 就是海外那一套 禁忌感觉非常浓的防滚架 因为一些法规的原因 没有进入到国内 所以后面就是光秃秃的 可能用来放行李比较好吧 毕竟这台车呢 是可以陪你去走 穿脏线的一台911跑车 如果要给这台911打卡下一个定义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就是那种 一台车可以干净所有勾当的911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一台911 它不但可以在公路上陪你奔驰 陪你去赛道上玩耍 甚至还能带你去越野 什么穿脏线 青脏线 这些统统都不在话下 而且作为一台GTS蓝本上延伸出来的车型 其实它也在一定程度上 是弥补了国内买不到GTS车型的遗憾 不过我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 作为一台全球限量2500台 国内配额就这么小几百台的911打卡尔 既然我还能在411天里面拍到它 要知道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国内的消费者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懂保时捷 真正的内涵 就像当年918已经到国内的这种窘境一样 所以说如果你是喜欢保时捷的一个玩家 又足够的购买力 觉得这台车应该是成为你收藏里面的一员 不过一定要记得去选中那套经典的乐富门涂装